那如果当前我们再复杂一点 现在我们是不是只处理了这个resource成功的状态 然后呢进行发动请求 对吧 那如果失败的时候呢 我们再复杂一点 把失败也加上去 大家看 首先我们上面在阿里克斯请求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是不是只判断 当前如果让它是4 注意 4表示的是响应完成了 也就是服务端正常响应了 并且状态码是200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认为是正常的 然后呢调用callback 那否则呢 我们怎么判断失败 比如说当前我们判断了 如果当前服务端已经响应了 响应的话 状态就是4 叫做响应完成 并且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当前文件不存在 那我就认为这就报错 OK 我们这样去判断 如果当前不存在的话 那么它对应的状态码 其实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404 文件找不到 如果这个时候 我就认为它是失败的 那怎么做 那这时候当调用阿里克斯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传递一个成功的回答案 和一个失败的回答案数 对吧 成功的时候 这样成功的 失败的时候 就用失败的 反正我们再重复一下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 success这样一个callback 表示成功的回答 然后呢 再有一个fail的这样一个callback 表示失败的回答 然后当成功的时候 我们调用successcallback 当失败的时候呢 我们调用这样一个failcallback 然后呢这里面的值呢 我们传递当前 它这个值里面 有一个叫做 状态这样一个文本啊 叫做status test 这里面会有错误的信息 比如说文件找不到啊 这样的信息 然后呢 我们再严谨一些 大家看这样写着什么意思啊 大家可以看 大家之前也写过这样的写法吗 这个写法意思就是说 如果当前你参数传递了 那么我就调用这个参数 如果参数你没传递呢 那我就不调用 万一它成功失败 还说它没有传怎么办 对不对 是不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我们有个语 来判断一下 当前参数是不是传递 如果传递呢 我再去调用 OK 那如果失败的时候 我们将当前这个 查理克斯请求 是不是对应的三个参数了 URL成功失败 那当我调用 阿甲克斯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之前是不是 传了一个参数成功 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再传递 一个对应的失败的 一个回答参数 对吧 当然失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 叫用reject 然后呢 把这个ERR传递进来 这时候大家再看 因为我们写的用reject复杂 大家再看 比如说我先保存一下 当然这边没有变化 当前没失败 比如说 我当前想读取AA.js 很显然 我的这个项目里面 并没有这个文件 所以说文件会找不到 对吧 那找不到会怎么样 当前如果找不到 是不是自行4吧 然后呢 会调用我们这个 FillCallback 这个FillCallback 对应的 是不是阿甲克斯的 第三个参数 所以大家看 当调用阿甲克斯 这个参数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reject 表示的是当前 失败的时候的 一个回调 然后呢 为了大家看清楚啊 前面这个代码呢 我先留在这儿 注视角 把它复制一遍 在这个复制上面 我再去改它 大概 失败的时候reject 那是不是应该 进入到 zen的第二个参数里面 是不是应该在这儿啊 对吧 我们输出一下 这个err 我们先看一下 会怎么样 大家再看结果 找不到对吧 然后呢 代码第147行 是不是进入到err 输出一个 那我放的 文件找不到嘛 对吧 然后大家再看 有没有发现 这时候149行 输出了一个 Anifund 149行 然后呢 152行 又输出了一个 c 我是c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需要思考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虽然当前我这个读取 AA这个文件 是失败的 那它有因为 第一个 一步操作失败 而影响第二个 第三个 是第二第三个 就不执行了吗 你发现并不是 虽然第一个状态 它变成了reject 失败的 但是并没有说 第二个停止 或第三个停止 他们是不是也执行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的 第二个 为什么149行 会输出Anifund 大家想一想 我们希望149行 是不是对于 B.json 发送一个请求 但是什么时候 发送请求 是不是只有 A.json 这里面读取成功的时候 才发送请求 那如果失败呢 是不是我们就 没有发送请求 所以说 你会发现 149行 什么也没得到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需求 再改造一下 虽然 A.json文件 读取失败 但是你别影响 我B.json读取啊 对吧 那怎么办 虽然你进入到 reject 将是失败了 但是我希望 你也能再去读取B 那怎么办 那我是不是在这边 再读取一下B就可以了 保存以后 我们看代码第150行 输出的 是不是B.json 也能够被成功读取了 那大家想一想 刚才我没有 结局的时候 再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153行 还能够正确的输出 大家想一想 我前面这个问题 是讲过的 但是我不知道 大家能不能想到 这个原因 大家仔细想 我记忆一个执行失败 是不是进入到失败 对吧 失败里面 我是不是并没有返回 任何promise就像 然后呢 下面点赠 这个赠 是不是相当于 对于失败的 这个点赠 对吧 但是我们注意 失败里面 当我没有返回 promise就像的时候 我前面讲过 这个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返回 一个空的promise就像 所以说你能发现 当前150行 是不是输出了一个 antifund 对吧 但是150行 执行完整以后 它是不是又返回 一个promise 又读取了C 所以说你能发现 153行 它能读取顺据结果 是因为151行 是不是读取了C 这样一个这次 对吧 虽然可能有点绕 如果你一时 可能没反应过来 把这个视频倒回去 再多看几遍 因为我觉得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大家一定要多看几遍 我相信你一定能理解 大家多尝试 我们再继续 比如说我把这个 还用上来 这时候呢 虽然A没找到 但是是不是也没有 已经讲B和C 对吧 这是一种写法 当然 你也可以把B的 这个arrow 都加上去 再讲一种方式 我呢 再复制一个 比如说 我对于这个A 虽然足以失败了 但是我这边 不对它 进行单独的处理 我希望是这样 不管你当前是 A失败也好 或者是B失败也好 或者C失败也好 我先把它改成正确的 我不管哪个失败 我都要进行一些 统一的处理 最后怎么写呢 大家看 我们可以在最后面 写一个catch ER 然后呢 大家看 我们输出当前这个ER 当然 如果当前都是成功的 ER 这个肯定不会要用吧 Catch肯定不会要用 对吧 如果比如说当前 A是失败的 那可以看哦 文件找不到 你会发现 它直接就进入到 166号 输出 当前找不到 这就相当于是 我们想对上面 这些错误操作呢 进行一个 统一的管理 虽然有一个统一的出口 你有一个失败 那么我就 直接处理掉它 是这个意思啊 当然 如果第一个失败 直接进入到catch 它自然也就不会进入到 什么第二个认 第三个认 自然也不会进入到 这也好理解 对吧 不如我们再看 如果当前 A是成功的 B是失败的 比如说我写个BB 这也不存在吗 就是大家看 读取A是成功的 但是呢 到B的时候 它发现失败 是不是也会直接进入到catch 所以说这种情况很常见啊 就是我们如果前面 有多个一步操作的时候 我希望对于一步操作 进行一个统一的出口 统一的管理 这时候 我们可以最后 直接写一个catch 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能够发现 整个promise的写法 其实还是比较灵活的 这些呢 是对于promise的一个 基本的用法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首先promise 是不是就一步让它已经管理了 对吧 然后promise呢 它具有三种状态 pending 进行中 ful fail的 成功 respected 失败 而且它一旦到成功 或者一旦到失败 是不能够被改变的 因为它是承诺取诺嘛 对吧 承诺是不能被改变的 然后呢 对于resort来说 参数是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就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resort 成功时候的回调 一个是recept 失败的时候的回调 并且我们也通过例子 给大家讲解了 说分别在什么时候呢 会出现哪一种状态 而且呢 我们也通过代码去验证了 这状态是不可逆的 并且呢 我们也把上解课 回到深渊那样一个例子 把它改造成 通过promise这种写法 去管理的一个例子 所以promise啊 对于以后项目的 这种应用场景 非常常见 几乎所有的一步操作 可能我们都需要 用promise进行管理 当然 这是es当中 对于一步操作的 第一种方案 后面呢 我们还会讲 其他的方案 去解决一步操作 但是promise呢 其实在项目当中 用的很多啊 包括我们在 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也会通过一个项目 在项目当中 给大家讲解 其中的promise 应该如何去使用它 那关于promise 这些基本用法呢 我们就到这 下节课呢 我们会去讲解 关于promise一些 静态方法 是如何使用的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